回到现场 我们赶快来追踪一下 因为对于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还是非常关心 就算台股创下了一个波段的压回新低 但是强的还是继续创新高 有题材的还是能够继续反映这样的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考验 大家的选股能力了 明翰 是 这一块来讲 我们帮大家挑选提挡 这些股票切入就是一开始要先从一个出发点 就是所谓的高值利率 因为毕竟来讲 目前这个所谓的股市动荡比较大 那会有个问题 买那个题材性很好的 那也涨很多的 那本益比又没有办法去做支撑的个股 也许下半年有机会爆发 但是你抱着就会心惊惊惊惊惊惊 而且不小心一杀 对 一杀就是那个半根 你会觉得哇 压力很大 所以跟大家讲一些所谓的高值利率的个股 那相对来讲在爆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那跟大家提到这个应该这样讲 它只要平常来讲这个只要股价持续往下跌 那个值利率来到大概接近6% 你到时候没有关系你也不用管它自然 法人的部分只要这个股票是对的 它大概来到接近6%左右 他们自然就会想办法去把它撑住 那所以呢认为说这样的股票来讲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个股 要跟大家提到 在跌的时候相对比较抗跌 但是呢后续来讲当盘势一稳住 那我刚刚提到这些来讲都是 法人比较认同 而且下半年题材也不错的个股 那这块来讲 等于是说只要盘势稳是 自然就会往上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档来讲是这个智新 那这块来讲刚刚提到 本益比的部分来讲 其实也在只有十出头倍 那值利率的部分呢 目前来讲还有接近6% 那第一季表现已经算是不错 二三季刚好又进入旺季 那这个情况下呢 它是所谓的电源管理IC的这个厂商 那最主要的部分 还是在这个电视的部分表现得不错 那也许大家会最近看到新闻 这个青梅又大 那种大尺寸面板好像大家公司亏的乱七八糟 那跟大家提到 这一块来讲重点也是这个市场的杀价竞争 但是其实整个出货量其实并不差 只是他们面板的价格不好 可是这个IC跟它也没有太大关系 跟大家提到今年这个IC的部分 或者是偏光板 有很多跟电视有关的个股 反而是赚很多钱 所以不要说看到面板 电视的就以为很恐怖 跟大家讲反而智新今年就因为这个电视 这个大尺寸的4K电视 反而载动它的这个获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那加上说整年度来讲 这个法人预估大概EPS就有接近八块钱 那获利相对去年还有成长四成 所以跟大家讲本益比低 那又有高值利率 那整体架构来讲可以看到近期 我们看到股价的一个走势来讲 虽然说并不是非常强势 可是可以看到近期大盘在回的情况下 它之前拉高的一个格局 近期指数大幅压回 它的股价相对跌势 居然还比整个大盘要来的轻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一个强势的指标 那这个就反映它的整个基本面 相对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格局 我们认为后续而言 应该都还是可以持续做参考 那第二档的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也列在这个所谓的 营收创高的个股 就是信邦的一个部分 那刚刚提到这个殖利率还有4% 高值利率 那加上说那个低本益比 目前本益比大概只有16倍左右 那另外刚刚也提到 营收又呈现4月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跟大家提到居然可以找到 具有这个下档保护的殖利率 居然又可以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股价来讲 就有机会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格局 那加上说低劑来讲 它这个营收的部分 就有超过三成的一个成长力道 那4月创新高 那重点的部分来讲 应该说它本来是连接器的厂商 那可以看到三个它的应用 那重点在医疗 另外车用还有绿能 这三个来讲都是这几年相对来讲 市场上讲的比较夯的一个族群 尤其在车用的部分 因为它这三个族群来讲 车用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的整个所谓的安全要求度更高 所以它的毛利率相对也会比较高 对于整个信邦的这个所谓的 获利贡献营收相对都会比较好 所以可以看到这股价来讲 也是呈现症状创高 严格来讲 你就是说只看这档股票 你根本不知道说我们上礼拜 这个股市有这么惨烈的状况 所以这个来讲 就跟大家提到 你不要觉得说不公平 为什么它走这样 我都走另外一个样子 那毕竟来讲 人家有基本面支撑 而且又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殖利率的一个保护 所以相对而言 资金持续流入 最后一档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CB的个股 叫泰鼎 那这一块来讲 它殖利率要有5%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本益比 大概只有8倍多 那这个产业来讲 虽然说本来的这个本益比相对低 它也许都落在这个7倍 12倍之间这样震盪整理 可是就目前的水位来讲 也算是近年的 比较低的一个水准 今年法人预估说 获利机会成长四成 那第三季来讲 又有这个客户的新产品要亮相 可以看到股价的一个走势 近期这个走势来讲 是有点诡异 他跟大家提到 在营收公布之前 投信不断的买 所以股价一直抢一直抢 结果可以看到非常长的那根 黑黑棒就在营收一公布 不如预期打下来 可是跟大家提到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 也太有概念 因为这个泰鼎 它的整个运营基地在泰国 泰国的4月 刚好是它的泼水节 等于是过年 所以营收自然 会呈现比较明显的下滑 可是跟大家提到 如果就投资的角度 目前来讲 压回反而是给大家 很好的投资机会 好 刚才明显讲的是用 这个殖利率来当做一个护体 那明哲呢 明哲您在未来一周 在选这些安全的资金 避风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固定的条件 好 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是从这个 比较不会受到美中贸易战 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 一些个股去做切入 那如果说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其实大部分是内需股 那这个部分我们帮大家选的 任何两党 其实应该看是防御性 那同时也是内需股的一个标的 那一个是在于这个食品业的大厂 1216的统一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现阶段刚好这个天气 其实越来越热 虽然股市有点冷 但是天气是越来越热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人饮的需求 其实我想应该都会出现 一个比较显著的上升 那统一的部分 因为它还有转投资统一超 就大家非常熟悉的7-11 所以当然在这个饮料销售旺季的时候 当然第一个 它的一个转投资 基本上表现会是不错的 那实际上统一超 然后在第一季 其实就讲出还不错的成绩 2.8元是从2017年 那时候第四季处分 那个上海星巴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单季最好的一个水准 所以当然就对于统一来讲 那一方面它有所谓的本业食品业 那饮料的制造 那另外一方面 又有通路这样子的一个优势的时候 当然对于它来讲 它比较不会受到这个所谓的 短线上面景气的一个影响 那第二个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以它这个今年目前所宣布的 它要配发2.5元的现金股利 某种程度上面 虽然说以股价七十几块看起来 实力率好像不是说非常高 但是如果说 我们就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我稍微看了一下 过去这20年左右 配发股息股利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经验 实际上它是这20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次高 那实际上历史新高发生在哪一年 发生在前一年 那一年配发5.5元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 它为什么能够配那么高 是因为那一年这个星巴克有要求 它把上海的星巴克卖给它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 它今年它等于是说去年 它已经没有业外 这样子的一个贡献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配发很高的现金股利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它虽然是一个老牌公司 但代表说它其实在做持续成长 再加上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5月份 当然行情有一些震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对于这个统一的买超 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 加上说它的股价 其实在2月份到4月份 其实是一个平台的整理 那在这个礼拜 出现了一个向上突破之后 我倒是认为说 在技术面当中也有出现转强 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那除此之外 另外一档内需股 我们帮大家挑的是银行类股 那银行类股的部分 当然之前我们有谈过 就是说今年这个玉三军 为什么表现那么强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过去如果我们看那个历史经验 来看的话 大概金融股都会填全息 就花多少时间去做填全息的动作而已 那玉三军股价之所以会最强的原因 是因为它配发很高的股票股利 那你既然都会填席 那当然你如果能够再拿到股票的话 其实当然更好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不是玉三军 而是另外一档 这个所谓公股行库 是台契营的部分 那台契营的部分 因为今年它也配发了 0.5元的这个股票股利 那同时有0.3元的这个现金股利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0.8元 合金0.8元 这也是这10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加上说财政部它要推动公共病 当然某种程度上面 这个对于这种所谓中小汽营来讲 这个当然是一个示范的效果 只是如果你真的也要积极做推动的话 旺档汽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以它的一个资产来看 那当然是有利于说在并购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如果有出现并购的话 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电子股的部分 那我们帮大家找到的是 一档3491的申达科 它虽然是电子股 然后这一次好像大家讲 美中贸易战会演讲到5G 但是它主要的市场 其实我们大概看一下 就是说它在美国的市场 大概只有占15%左右 换句话说它超过85%的营收 都在亚洲跟欧洲 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里面 所以基本上即便真的贸易战后面 不可收拾 其实对它来讲 我觉得影响也不会太大 再加上说它是国内很少见 有所谓的毫米波产品的一个产品 那这一次在整个5G的一个市场当中 当然市场的一个共识是在于说 5G的部分 其实会采用毫米波的一个部分 是比较多的 所以对于它来讲 它原本它其实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当中 的一个领导厂商 所以对它来讲 其实一方面它不会受到 产品可能不能够消美国的一个影响 当然多多少少会有 但是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另外一方面是在于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第一季的一个获利 其实就已经绞出非常好的成绩 1.1元 这样子的一个EPS大概是去 这个去年同期就第一季表现 大概成长大概9成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大家过往谈5G的商机 好像一直都只 只听到楼梯响 没有看到人像 但对于它来讲 它的确是真的开始做出货 因此我是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个股也是后续 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些方向 好 还有哪一些未来的强势主流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继续追踪